真的爆发了 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就是刘伯温他还有一部预言叫刘伯温悲记 那么对这个大瘟疫带来的这种恐怖啊 他有这样 还是这样的描写 哇 这是怎么说的 更恐怖吗难道 那么他是这样描写的 就是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无有五股重 景房四野 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时限 但看九冬十月间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了此劫不上算 哇 这个预言说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哇 真是太可怕了 那有没有可以躲避的方法呢 刘伯温悲记上说啊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了此劫不上算 那么这两句就是告诉人们 那么世间一有人在传这个大法 广救众生啊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还不及时的觉醒啊 那就是放弃被拯救的机会 那么实在是太不合算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推悲图原文是怎么说的 有弥勒佛经不信不诵者 无药无智 吐血而亡 知见此经命保 诵读真心实践者 从佛家安然其乐无穷 转凡成圣 否则无一活成 神大人问道 可有改否 天使答约 为三字能解 那这段话是怎么解释呢 那么大义为呢 就是大义是说啊 面对这场的一个大灾难 那么那些不相信大法的人呢 无法得到救治 会吐血而亡 那些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呢 不仅性命安然无恙 而且还会修炼圆满 反对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命的 神大人问 有没有办法能改变这种情况呢 天使回答说呢 只有三个字能够解救 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呢 我认为啊 预言说的这三个字呢 是李洪志老师讲的 真善缘这三个字了 预言中有这样的预示吗 我先介绍一下啊 因为这个法轮功的修炼呢 就是按照真善缘修炼的 那么说到这三个字呢 其实啊 你刚才问啊 那么就是在刘伯温的碑记中啊 有四句说的就是真善人 当然了 他是以这种字迷的形式 告诉诗人的 是什么样的字迷 可以说来听听 这么写的 就是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沟 八王二十口 这个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沟 八王二十口啊 这是什么字呢 这里边呢 讲的就是真善人 那么就是说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这两句呢 就是真字 那你怎么把它解释成真字呢 对中国古代的这个真字啊 了解的人都知道 它和现在的这种简化字呢 不一样 上面呢 是匕首的匕 那么我们看啊 它很像七字 最下面的一撇一纳呢 很像人字 木与人之间呢 是一个走堂旁 那么引诱进了口啊 就是任何事物 要被人认识呢 都要经过人的这个眼睛 而眼睛又被称为这个心灵的窗口 所以引诱进了口啊 是木字 那么把这个匕首的匕字 木字走堂旁 人合在一起啊 就是真字了 哇 那善又怎么解释呢 八王二十口 那么把这个八啊 倒过来放在王上 那么把二啊 竖起来拆开呢 在十的左右各放一束 再把口放在这个最下面啊 就是扇子了 扇 那忍呢 三点加一勾 你看啊 这个忍的上半部分呢 是刀刃的刃子 那么刃的左边有一点 把这个点呢 移到右边去 那么你从向心来看呢 它很像夹子 一勾啊 就是三点下面的那个纳勾 这样呢 就是这个忍 真是很玄妙啊 他用这个字迷的方式呢 把这三个字呢 告诉了人们 其实那个刘伯温在500多年前啊 就已经看到 弥勒佛要下使传的 这个三字大法是什么了 他要告诉人们呢 三字大法 希望人们能够顺应大法啊 留下来 但呢 他又不能将这至高无上的 这个天机啊 啊 进泄时间 所以呢 他真是很费了一番苦心 嗯 那么看来这个古人的这个预言呢 还真的不能不信 这个信和不信呢 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这样带来的结果呢 是完全不同 那么 对当今的这段时期的预言 是否还有其他的预言也预言了呢 当然有了这个宋朝的这个梅花诗啊 也是广为人知的一部预言 那么最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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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那那梅花诗呢 是宋朝的大义学家 邵勇写的 一共十首 嗯 就是预言了他身后中国的这个 大的历史的这种变化 当然呢 他这个预言和其他的预言一样啊 也都是采用了比较隐晦的预言了 一般人是不太容易明白 但是呢 从今天已发生的事件呢 我们来和这个梅花诗对照的话呢 也就能够豁然明白 梅花诗所预言的是什么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梅花诗的第九首和第十首是怎么说的 嗯 火龙这起夜门秋 原必应难赵氏寿 一愿其花春有主 连消风雨不虚丑 前面两句呢 我看过有解释说 这个大概的意思是1989年64 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遭到这个屠杀镇压 那么之后呢 赵紫阳被软禁啊 受牵连 那么下面的两句呢 是一愿其花春有主 连消风雨不虚仇 在预言什么呢 那节目的时间啊 又到了 这次呢 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期节目呢 我们会继续呢 请宋晨光先生和我们谈同一个话题 好 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